《影帝國庫城》 這麼多年來,醉心電影事業 近日,她再次與《密露人》的班底 拍攝一部寫實《悲情電影》 據悉身為男主角的成省,將再接受挑戰 扮演一名大女紅狼 戲中的角色遭遇辛酸悲慘 成省絕對有機會憑這套電影再次衝擊《影帝寶座》 日前電影已經低調開鏡 還成功請到飾演女星柏安妮的女女 去因而飾演她的女兒 二年十八歲的Natalie 樣子漂亮身材正 還有翻版季輪美的青套 去年,她主演的青春歌舞片 更為她帶來第一個新人獎的殊榮 有關方面,也成功請到爆起震爆謝家文 和成省再續母子情 成省就說,拍馬路人時 令她想起已經過了新的媽媽 而她自己也真的當了爆謝是她媽媽 由於電影公司暫時將一切保密 一班演員都不說太多了